好上午北京閉幕了 但是呢有個小插曲會議進行到一半 前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突然起身 好在畫面上我們帶大家來看到 當時突然起身 那麼工作人員呢搶扶離場 他在離開時也向習近平來打了個招呼 同時呢輕輕拍拍了李克強的左肩 成為全球媒體關注的焦點 那麼同時今天呢 這個二十大閉幕 那麼在閉幕前也進行了黨章的修改 大會宣讀修改草案 也提到了把反對台獨寫入 那是全體舉手表決通過黨章的修正案 我們請教教授 第一個你剛剛講到這個胡錦濤的這個事 因為胡錦濤已經80歲了 那他在那邊做那麼時間那麼長 你說是不是真的是這個身體上 體力沒有辦法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什麼 不要多做彩色 不要多做彩色 不要有什麼聯想 我覺得其實這個就是一個 生理上的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很正常的 而且他走的時候 離開的時候呢 他還跟人家旁邊打個招呼 我覺得這個禮貌禮素都已經完全 畢竟真的年紀大了 對啊 我覺得應該是從這個角度來思考 可能還比較確切一點 否則的話你自己想像空間太大的話 那可能這個就無邊無際了 我覺得這個確實沒有必要 那另外這裡頭就牽涉到一個是人事 一個是黨章 就這兩個重點 當然你剛剛講到是黨章 還沒講到這個人事的問題 那我們就先談這個黨章的問題 因為黨章要修改 因為每次他都需要來配合 來當前的這個國內外的情勢 所以說這個黨章修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這裡頭第一個 我們知道我們注意的就是這個反對台獨 那這個當然了 這個因為他在二十大報告裡頭 也講得非常非常清楚 而且他把這個外國勢力放在前面 然後呢少數或是極少數的台獨分子 放在後面 那這個當然這個就非常明顯 有它的用意 當然有啊 而且這個整個的這個二十大報告 我倒覺得他就 我幾個字來形容 第一個他是強調安全 而這個安全呢就包括國內安全 還有包括國際安全 所以國內安全的意思 包括你譬如說你清零 你清零你還是要堅持嘛 不管是怎麼樣 他到目前為止他還是堅持 可是所謂的這個對外的安全 或是國際上的這個安全 當然主要的就是對付美國 因為美國的這個 對中國的這個 他的這種 我怎麼說呢 他這個圍堵也好 或是他這個打壓也好 或是說是他來這個 拔樁也好等等的 各種的方式 全部使了使勁出來了 那所以他的這個 整個二十大報告裡頭呢 我們可以串聯起來 他有很多的部分 包括你這個軍隊 包括你這個內部的安全 包括你這個 還有這個對外的政策 什麼等等 都跟美國有非常緊密的關聯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弱化經濟 因為他這個整片裡頭 好像對經濟的問題呢 並沒有什麼樣的著力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穩住台灣 我想說這三個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內涵 那所以說呢 配合他這個二十大的這個講話 那當然 第一個反對台獨 那第二個呢 就是一國兩制 因為一國兩制呢 他這個在把這個台灣的 這個一國兩制呢 放在這個港澳的後面 那這個裡頭 當然也有他一定的這個用意 因為現在香港 曾經亂了一段時間以後 現在重歸平靜 而且是確實是比較平靜 而且還有一點呢 是說在香港的 大部分的外資 都沒有撤離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非常好的證明 就表示說這些外資對香港 尤其是香港 這個所屬的這個大灣區啊 港 香港 澳門 還有這個內地的 這些地區的這種 大的一個這個區域的這個設計啊 他們還是有抱有 非常高度的期待 那否則的話他可以走啊 當然走了一些 可是走的這個比例 並不是太高 這個大部分的這個 這個美國的還有西方的 這些企業呢 他還留著了 那所以說一國兩制 確實到目前為止 這個情況還是 可以說是還相當相對樂觀的 那所以說他就對台灣來講 那這個他也是想要來 複製這個一國兩制的 這種這種做法 那這個東西呢 當然這個一國兩制的內涵呢 是非常廣泛的 那所以說呢 這些東西呢 一定要坐下來談 雖然我們表面上是說 很多這個藍營的這個領導人 也認為說這個東西很難接受 確實也是很難接受 是按照 如果說你是一方面 如果說你是單方面的 這種這種做法的話 那當然 這個東西就 不是那麼容易接受 可是這些東西 如果說你拿下來談 談出來的 就是說你這個 表面上是一國兩制 可是實際上 如果說我們有很大的灰灑空間的話 那這個東西為什麼不可以接受呢 那我覺得還是可以討論的 另外一個就是偉大復興 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它當然有一個最後的這個 deadline 這個就是2049 而這個2049啊 它的意義就是非常重大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提 是和平統一 也就是說這個 所謂的2049呢 是和平統一的最後底線 最後期限 那當然它可以往前推 可以推到2035 可以推到2027啊 等等等等 那這個我覺得 就是它現在 這個中共呢 它在黨章當中 所強調的這些重點 我覺得這個以往我們看到 他們的這些言論也好 他們的這些文告也好 我覺得這些都並不是 非常非常特殊的 那可是呢 這一點就主要是反對台獨 把它列入黨章 這一點是比較突出的 意思就是說 這一個政策 現在是黨的既定政策 以前沒有把這個 這個政策呢 上綱到黨章的城市 現在就是很明確的列出來了 現在已經上綱等於說 是到了最極限了 那所以說呢 它的對台灣的 或是對台 打擊台獨的 這種政策呢 它絕對會 加大力度 那當然 反獨 那還要觸統 那所以我這兩個 是兩步走的 這個對台灣的政策 好 反獨跟觸統 那我們所以我們來 接下來看到在統的部分呢 10月20號 美國海軍座安部長就說 大陸最快2022 2023可能清台 那這麼一來 是不是台灣下一屆總統 就不用選了嗎 那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其實在最近連續兩次的談話 他都說 北京決定追求 更快的統一時間表 但是也表示說 美國會竭盡所能 確保台灣有能力 自行來抵禦侵略 美國的副國務卿呢 也將在下週訪問東京 相信也會討論到 涉及區域安全的問題 台灣就是重要的部分 那白宮也在強調 沒有發生衝突的理由 因為美國對台灣 跟台灣自我防衛的方式 是沒有改變的 好 在這個部分 我們請教漢廷 其實 像陳明通講的什麼 2023完全是鬼扯淡 這個而且呢 是不值得一搏 因為任何董行的人 稍微了解的人都知道 不可能 那身為一個堂堂國安局局長 竟然公然胡說八道 那也顯見什麼呢 就是確實我們也沒什麼國安可言 民進黨也只管著自己的論文跟選情 那麼他要用在講2023 當然是為了自己的選情做考量 覺得說你看 我們2024要選啊 所以2023是很激烈的一年 那2023又可以比照如2019 一樣在炒作兩岸的意識形態 大打所謂的抗路寶台 你看對岸要打過來了 你看我們團結要繼續支持 民進黨賴清德啊 好類似這個樣子 但實際上呢 就2023大陸根本就不會決定在這個時間點 兩岸最終的關係 大陸有自己的規劃 有自己的步驟 有自己的戰略 但最後取決於什麼呢 最後其實是取決於跟美國的互動 只有美國不斷地把兩岸引向戰爭邊緣 從而加快了統一的可能性 所以如果說誰最希望趕快統 那就是誰最希望兩岸打仗 只有美國最希望兩岸早點打 早點把中國大陸給拖垮 那就是或者是在美國選好的既定的時間點 配合他們自己國內的方方面面的安排 但是呢對於大陸來說 其實是有自己的另行的規劃 就各種的方式大陸只是做好準備 但沒有說哪一年一定是怎麼樣 這不可能是事先規劃好的 那麼對於民進黨他試圖希望說 透過這種講法在明年能夠獲得 更多的一些選票 那麼也以此來阻斷兩岸的交流 因為隨著疫情的降溫解封 兩岸會有很多的互動 那麼他這樣先講的話是什麼呢 就未來如果藍營人士或在野人士 到對岸進行參訪溝通的話 你看他講說你看這個就是投降 預先先扣一個紅帽子下來 所以先打預防針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消 非常的安全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賣得到 好